女人们半蹲在水桶上 赶在鬼子靠近前 往水里添加调味剂 随后送到洗浴间 供鬼子品尝 见鬼子没尝出味道 女人们心里暗爽 随即开始盘算新的报复办法 而这群女人之所以这么对待鬼子 也都是因为鬼子过分在先 要知道 在没被鬼子抓到这里前 这群女人可都是上流社会的名媛 她们本是要乘邮轮回国 却不料中途遭到鬼子战斗机的轰炸 流落到日本的小岛 现在被鬼子当成奴隶使唤 根据鬼子的规矩 女人们需要每天弯腰90度 看鬼子生奇 任何时候都不能降嘴 否则就会挨个大抵抖 至于吃的食物 在垃圾车来的时候 她们需要快速跑到地上前 不然就会被饿死 饭后 这群女人也不能待着 会被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去田里查阳 另一部分去粪坑逃粪 只有这样 鬼子才不会打她们 但这不代表她们是安全的 由于生活环境太恶劣 突如其来的疾病 正在摧残女人们的身体 患者们急需药物治疗 没药必死无疑 危急关头 营地里同样被俘虏的 中国女人挺身而出 在晚上冒着生命危险 逃出蔚栏 用一些值钱物件 去跟当地人换取药品 可不幸的是 在取完药准备返回时 跟她交易的人 不慎被鬼子发现 中国女人虽成功回到住所 处境却变得非常危险 只见第二天一早 鬼子的长官特意赶到 随即下达命令 让手下将中国女人拎到一旁 紧接着 鬼子小队长拎着一个铁筒 走到中国女人身旁 鬼子按住中国女人 将一桶汽油都泼在女人身上 随后给鬼子军官让路点火 以此来展示他们的手段 见女人在火中痛苦挣扎 周围的他国俘虏都不敢知识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默默等待处置结束 一起好好安葬女人 而在这之后 外国女人们虽表面很乖巧 内心却烦躁不已 为了给大家排油解闷 其中一位曾是音乐家的女人 打算和另一位音乐爱好者 弄一个合唱团 并很快开始了教学工作 可不幸的是 还没练上几分钟 就被营地里的鬼子驱赶 因为在鬼子看来 女人们更像是在密谋造反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 其中的小队长 虽一朝狗开了一枪 女人们见状只能悄悄聚队练习 但还没等学成 鬼子就开始搞事 一大早就将俘虏里年轻的女人 碾上车 带进鬼子俱乐部里 女人们见一进门就有一桌子美食 以为是鬼子战败 要跟他们致歉 却不料鬼子是想利用美食和其他条件 说服他们做未安妇 听到这话 大多数女人都很不屑 只有几位受不了苦的人选择留下 其余人则被送回了劳作的地方 继续为鬼子种口粮 辛苦劳作后 终于到了睡觉时间 其中的音乐家中途被尿憋醒 迷糊地去上厕所 可没成想竟被守在外边的鬼子偷袭 硬生生拽进茅厕里 眼看鬼子就要得逞 音乐家上去就给了鬼子一个大耳瓜 将鬼子打进了粪坑里 文声赶来的同伴健壮 虽及时将音乐家护在身后 却阻止不了音乐家被处置 因为鬼子军官从不讲道理 也不懂怜详西域 只会像畜生一样乱挥武器 这致使音乐家当场断了两个肋骨 经历这件事后 女人们认识到了鬼子的天性 索性开始破罐子破摔 大晚上开演唱会表达不满 而不懂英文的鬼子健壮 以为女人们又是在剧中谋反 再次拿着枪械棍棒向前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女人们这次没逃 而是勇敢大声歌唱 悠扬的歌声成功镇住了几名鬼子 就连鬼子长官都老实地坐在门口聆听 其中的鬼子小队长不禁眼含热泪 对此他在第二天 特意把音乐家念进小树林 逼音乐家在自己指定的位置坐下 见音乐家老实听话后 才放下枪一掌歌喉 一曲过后 音乐家差点哭出来 为了不被枪毙 只能强忍不识 夸赞鬼子小队长的嗓音 女人跪在烈日下 身前身后是尖刺 小腿上的竹筒缠满带刺铁丝 只要倒下生不如死 但为了反抗鬼子的恶行 女人硬是坚持了一天一夜 把鬼子军官的肺都欺诈了 原来女人之所以被如此虐待 是因为昨天参加生起一世时 忍不住和同伴调侃鬼子的国旗 女人觉得那图案像个荷包蛋 却没成想被鬼子军官听到了 落得现在的惨状 鬼子军官见女人依旧不服 拿刀冲到女人面前 恶狠狠地冲女人的脖颈回去 屋内人见状 吓得不敢睁开眼 就在屋内人都以为鬼子军官杀了女人时 竟被吓退了 这使这群被俘虏的女人重拾反抗信心 没过多久就组织了一场新的演唱会 美丽的歌声直接把鬼子最高司令变成了听众 几天后 刚过几天安生日子的女人们 突然被撵到无碍 根据鬼子的描述 她们将会被送到其他地方 行进的路上 女人扒开围步向外望 刚好看到之前去过的鬼子俱乐部 俱乐部阳台上是已变成未安妇的同伴 她们的脸上写满疲倦 很快 女人们被送到一列火车上 的地方安置好住所后 女人们疲惫地坐在地上休息 长时间的折磨 令她们的眼神失去了光亮 与此同时 由于没有药物支持 很多人在这几天因病而亡 几天后 鬼子军官来到这里 这次不是要带女人们转移 而是宣布一件事 听到这话 女人们兴奋地相拥在一起 欢呼重获自由